大家好,我叫蒋依婷,来自道客道Cloud 我演讲的主题是使用KeyClock为云源应用构建身份认证系统 这是今天的agenda,什么是KeyClock 为什么要使用KeyClock,如何使用KeyClock,如何定制KeyClock 什么是KeyClock,主要总结为两点 一个是它是一个身份和访问控制系统 访问控制管理系统 第二个是它是一种单点登录的解决方案 有点抽象,没关系 我们通过KeyClock的管理界面来主要介绍一下它的功能 单点登录这个功能主要涉及到 Clients and Identity Providers, User Federation等等菜单功能 用户管理主要涉及到用户,用户组,Session等等菜单 RealmRows这个菜单主要是用来实现决策权限相关功能的 Password Policy也是一个比较常见,比较方便的功能 为什么DocCloud要集成KeyClock呢 以DX Cloud Native Platform为例 这个平台下我们要实现一个认证的系统模块 这样其他的App模块就可以跟它做对接来实现单点登录了 我们如何实现这个模块呢 我们没有从零开始开发 我们是使用集成KeyClock的方式去实现的 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个是KeyClock功能非常的全面 安全认证相关的功能它基本都有 第二个是KeyClock是基于一些行业的标准协议 比如说OIDC LDAP等开发的 这比较符合我们对企业级应用安全性通用性这块的需求 第三个是它开箱即用 可以被方便的部署在K8上 第四个是去年的时候 它加入了CNCF腐化项目 还是比较成熟和稳定的 讲了一下Y我们再讲一下How 我们的认证系统具体是如何集成KeyClock的呢 我们的前端根据产品的风格需求来开发 我们的后端Server呢 直接以KeyClock操管的身份去调用KeyClock AdminRest API KeyClock的角色权限功能我们便没有使用 其他的大部分功能我们都使用了 这样其他的模块APP就可以首先在该系统里创建一个client 然后用OIDC协议的方式与该系统进行对接 之后用户登录的时候呢 是直接使用KeyClock的login的界面 因为该界面呢 它会直接向KeyClock去验证用户密码 从而实现所有APP的单点登录 另外呢 Identity Provider这个模块还可以用OIDC或者其他的协议 与外部的身份提供商进行对接 用户员可以是LDAP AD或者是一些Social Network的一些平台 这么看的话 其实这是一整套集联的单点登录的方案 我们全部是使用KeyClock原生的功能实现的 最后讲一下定制KeyClock 在实际使用KeyClock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有时候KeyClock的默认功能 并不能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非标的身份提供商 可能就对接不通 或者说我需要定制一下KeyClock的登录的界面 或者说当用户的一个行为发生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去确认一个webhook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定制KeyClock 或者说扩展KeyClock的功能 如何定制KeyClock呢 KeyClock是用假瓦写的 拿定制一个identity provider为例 就是需要编写一个假瓦的插件 把它插到该模块上 之后呢KeyClock就可以和外部的非标OS的一些身份提供商进行对接成功 KeyClock在基于假瓦插件框架的基础之上呢 还提供了service provider interface 为了让我们更方便的来开发KeyClock插件 开发这个插件主要有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要实现插件的interface 比如说要实现provider factor或者是provider相关的interface 以及一些config file 第二步呢就是要注册这个插件 上述的这些代码会被编译成 打包成架包 拷贝到provider的目录下 然后再跑一个build的那个脚本就OK了 之后你就可以在KeyClock的管理界面上看到你创建了这个插件 并且使用它 如果你要去定制KeyClock界面的theme 也是可以按照官网的步骤操作就OK了 在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的描述了 这边我列了一个KeyClock的代码仓库 以及KeyClock的官网 好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